当地时间5月8号下午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结束对塞尔维亚国事访问之际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奇和夫人塔玛拉 在贝尔格莱德和平别墅 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践行 初夏时节天朗气清 武器奇总统夫妇在和平别墅 热情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 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阳台 眺望贝尔格莱德世荣 武器奇向习近平介绍贝尔格莱德城市历史和近年发展变化 感谢中国企业和工人 为塞尔维亚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 做出重要贡献 武器奇说 中国一直是伟大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 大国地位和作用备受尊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势不可当 在此进程中 习近平主席的深邃睿 战略眼光和卓越领导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不仅致力于自身发展 还帮助塞尔维亚等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塞方愿继续和中国加强合作 为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的梦想 共同奋斗 习近平指出 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 我们这一代人和新一代年轻人 都立志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我们不仅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也为世界人民谋幸福 不仅追求自身发展 也致力于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这就是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强大的中国绝不是世界的威胁 中方愿同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世界各国 加强合作 共谋发展 武器旗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 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表达依依不舍之情 武器旗表示 塞方为接待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 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安排 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感受到 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特别是对习近平主席的崇高敬意 感谢中国为塞尔维亚提供的宝贵帮助 希望以习近平主席此次历史性访问为契机 将赛中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习近平感谢武器旗总统和夫人 给予的盛情款待 习近平说 我这次访问虽然时间较短 但非常愉快 也很感动 再次留下了难忘印象 访问内容丰富 意义重大 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赛铁杆友谊 具有坚定民意基础 我期待同武器旗总统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努力 书写中赛关系的新篇章 引领中赛关系和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建设 取得更多成果 造福两国人民 随后武器旗总统夫妇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机场 前往机场途中 当地民众和华人华姐 在道路两旁 归入中赛两国国旗 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对塞尔维亚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武器旗总统夫妇同塞尔维亚议长 穆尔纳比奇 总理武切维奇 外长九里奇等 在机场为习近平送行 当晚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塞尔维亚 前往布达佩斯 应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欧尔班邀请 开始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